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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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次影片就是平常談 事源就是昨天去到全灣 實際位置不說太清楚 去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上精品 精品就是這個玩具店 相信大家都知道 香港其實我自己孤陋寡民 玩具我多數會用精品 一家比較出名的 這個不知是一個公司 我平常也有玩Figure 不過主要是收集這個 我比較喜歡收集高達的女角Figure 基本上我喜歡 例如玻璃系列都齊了 哈曼那些 還有卡迪珍娜 這一類 另外 之前托Kais去日本買的 伊邪南美 那類Figure 其實為什麼會去精品呢? 這個真的要說起 其實我一直 從小到二十多歲 一直都知道精品 這個牌頭 但其實 去到近...好像是去年 去年還是不記得 我就是看這個ZERO其中一條片 ZERO就是零製作 剛好我看他一條片 那條片就是說 可以在精品 不知道有一個活動 還是怎樣 就不知道抽獎給你可以 在店鋪 不知道一分鐘 還是幾十秒 任你拿禮物 即是那類玩法 那 ZERO那條片 就是他自己示範 如何拿禮物 但重點不在這裡 而且他拿完所有的東西 我是不想... 即是給我一定會選那些 我想說其中有幾秒鏡頭 我看到 有個...即是那間店鋪 有個...男人 對 樣子這麼熟口 我認得 然後看真點 因為YOUTUBE可以不停重播 可以定格 那我發現原來 他是我其中一個中學同學 對 中學同學 那...他...他... 很熟 以前中學時很熟 因為我經常去他家打遊戲 和我們一起踢球 那我看真點 嘻...這麼熟口的那個人 不是阿.... 我不是阿.... 我會被他關他的名字 我叫他一婷 對 他名字是一名字 因為你們... 中學小學那些 人一定會叫來《全躲》 我昨天上去他都叫我《全躲》 對不對 他都順口地叫你《全躲》 因為... 你... 因為你... 以前中學小學 不會叫什麼英文名字 那些之類 一定叫《全躲》 那我就叫他一婷 事後上網查看 原來發覺 精品的老闆是他 因為他是家族生意 即是他跟他哥哥一起 因為以前我去他家玩遊戲 都會跟他哥哥和朋友一起玩遊戲 事後就在Facebook找回他的Facebook 不過他也是找我 然後再聯絡 因為他不知為何這麼巧 又是看我Youtube的其中一條影片 因為自從我出了樣子之後 他可能剛巧看到 他說阿迪是不是在做Youtube 這樣聊 其實他也跟SEO比較熟 偶爾會一起一起玩 不知道 詳情 於是視乎聊天 都十多年沒見 中學之後畢業都沒有找過 於是就 站在家聊了很久 不如說這麼久 上去見面 於是當然是我就他 他老闆很忙 老闆一定很忙 這麼大間精品 很多店鋪 很多睡店 好像第九間分店 差不多了 所以也有很多工作 反正我這些孤家寡人 做Youtube 這麼有空 於是就約了食派五茶 類似 三點多 我直接上去公司 其實他在荃灣是他的倉 寫字樓 一個倉 其實我講一下 我跟他以前小時候讀書的時期 爆一爆他的秘密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說過 即是發跡史之類 其實他最初是在廟街擺檔 在廟街擺檔 即是小時候他媽媽已經在廟街擺檔 即是他也是賣玩具的 他小時候在廟街擺檔 賣玩具 如果你有去過廟街 其實廟街分幾段 他主要是在這個 過了公園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那段廟街 即是中華書局後面那條街 中華書局走去旺角那邊 那條廟街 那條廟街比較多煲仔飯 因為以前那條街有兩間機舖 所以我們經常去那裡 現在只有一間金星在樓下 這個題外話說一說 那間機舖我建議大家不要去 首先你一下去 你問到一股大麻味 即是你沒有吃過大麻味 你怎麼知道大麻味 你一定會知道那種大麻味 你會知道的 你相信我 因為我去美國那一陣子 你基本上在街上乘震 走過那些人乘震大麻味 即是你沒有吃過大麻 但你一問就一定會知道大麻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你試一下就知道了 那間機舖就很重大麻味 我建議一般人就不要亂去 好 在這裡說完 那我只是想說 他小時候 以前中學時就在那個牌檔裡 即是他是買一些牌檔出身 我們以前走過廟街 看到他都會在幫忙看檔 主要是他媽媽做的 即是他媽媽是擺牌檔 他的老闆 以前他就住在旺角 旺角在這個波鞋街 他住在波鞋街 都應該算是唐樓 不過有電梯的 有電梯的 他住在差不多天台那裡 我不太記得 印象有點蒙古 因為我講過 其實我小時候比較沒有錢 雖然現在也是 小時候我是買不起超任 買不起PS 買不起Subturn 所以基本上我是從小學開始 我去到中學也是 我很喜歡打機 但我自己沒有機 當時當然沒有電腦 於是我經常都會去別人家打機 貼機打 貼機打 超喜歡的 我從小到大都不喜歡打機 那去他家 我去他家就經常打通宵 簡直是打通宵 不是誇張 可能晚上去打第二招 然後我才回家 可能是他們睡覺 我自己一個在打機 其實真的很想知道 我對打機的程度有多瘋 其實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 說不出 可能現在大了 都是喜歡打機 但沒那麼瘋 可能沒那麼瘋 然後打多 那時候跟他打拳王九六 比較深印象 包含了年代 都不介意 PS打拳王九六 玩一下大富翁 遊戲 都會有鎖底 其實我說過 是很喜歡鎖底 當然鎖底 又不是打機 就是拿副朋友 可能一元一隻 因為那時候 玩不起一元一隻 一元一隻 其實都可能輸十幾十元 那我就當作玩 我是很喜歡鎖底 但到現在 我都找不到機會鎖底 以前新年都說 會回去跟表哥表妹鎖底 但是現在都很少了 總之我以前就 經常上他家 他哥哥 他哥哥都會打機 還有他哥哥都會有些朋友 他家其實可以說 很多人會上去 對 很多人上去 然後 另外就是踢球 中學時跟他一起踢球 其實 他是做前鋒 他是重炮手的女 你知道阿婷 精粉的老闆 如果你見過 你都知道 我們這個年紀 他不是太高 比較 矮矮的 所以他是前鋒的速度型 和力量型 那種 中學時 我們其實 比較熟 踢球的 主要是一起 打這個教師隊 這個教師隊是勁狗的 就是我們學生隊 打教師隊 那就是信義的場 如果你現在在聽這段影片 你是在讀信義 你都知道 信義的足球場很小 對不對 你知道我說什麼 就是上面 藍球場 下面就是一個 那根本不可以叫足球場 不過嚴格來說 我們只可以叫操場 那就是很小 而那些教師 我以前 盧文干 邱Sir 五惠忠 現在聽這些名字 是不是很熟 陳Sir 鄭Sir 那些 那些腳力很重 喂大哥 就是 盧文干 盧文干 現在不知道 盧文干 現在是否正在做 可能正在做 副校長 可能已經升到 那些人 射12萬 我真的不敢救 我記得他射12萬 我真的不敢救 真會根本 你根本 你救到你都斷手 我離開了 總之 但是 那時候跟教師隊 踢球挺好玩 現在都很回味 那種感覺 可以名正而順 鏟鏟鏟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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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爽 我整個鏟鏟 總之 很懷念 踢球的日子 但我問阿婷 我問他有沒有看世界盃 他都說沒空 我都很 很 若忍若實 因為他以前很喜歡踢球 他很喜歡踢球 但現在他已經有兩個小孩子 兩個兒子 我問他的兒子 你讀K1嗎 他說 小學 我讀劉榮先生 可想而知 回想起我自己只是孤家寡人 即是無論小學同學 以至中學同學 每個人都事業有成 即是不是做老闆 可能做督察 然後做一些做 有些做醫生 那些真的只有我一個 做YouTuber 你都不好意思說 如果你想想 一個中學同學 小學同學聚會 可能二十年沒見 出來做了 那麼每個人新江頸 我現在正在做督察 有時候很忙 有時候又要管很多下屬 我現在正在做醫生 都很忙 因為他輪班 然後有些做消防 做那些 幾個敵 你做什麼 欸 我做YouTuber 真的很羞恥 跟這個 跟這個 星爆氣旋斬 一樣 說不出口 YouTuber等於星爆氣旋斬 極度羞恥 可能香港是比較 不流行這一行 如果你在外國沒問題 我去美國 美國做YouTuber其實挺威風的 你EA那些可以頒獎 拿獎 但香港說出來 真的比較窄 我覺得 你要去到大J 笑波子 或者Kaisy 這些級數 才好聽一點 多人認識 屎萊姆 出街有人拍照 我沒有 很危險 我沒有 那這裡不要拉太遠 那我上當就停那個 精品辦公室 其實很正常 我其實不是第一次去這一類創 所以我沒有什麼特別的大感覺 那在荃灣其實都走得我死死 因為距離地鐵站有段距離 應該要走十分鐘 那我這些肥毒窄很少出門 加上有曬有焗 其實都有點氣喘了 我發覺體力大不如前 有一點點 那我上去 坐在那裡跟他聊聊天 怎麼說 我們這些年紀 你見到一些中學同學 小學同學 其實會有很多話說 很多 人很喜歡回憶回以前的事情 特別是回憶回以前讀書 開心 因為那段時間是最開心的 真是無憂無慮 其實可能你說 我們學業壓力很大很辛苦 那我們不讀書 我們這些不是讀書 沒什麼壓力 有什麼不溫書 有什麼壓力 有什麼壞就壞了 我們這類是不會 就是沒有壓力的 整個中學時代 小學時代 我自己都很開心 都叫做開心 現在總結了 所以通常見到這些舊同學 會有很多事情談 我們都是想當年 我跟他說 這個不怕說 這個不怕說開小秘密 因為他以前阿亭中學 就跟某個女同學 就拍拖了很久 他真的是F2拍到F5 之後都還在一起 但最後就散了 他說 你以前的女兒結婚 上次請喝又叫我 然後你不介意 我現在說這些 不介意 他說不介意 現在大家都有幾個小職 他自己有兩個兒子 他以前也有生了兒子 生了女兒 挺幸福的 沒什麼 其實我想跟大家說 可能你現在覺得 拍拖 一些感情 要生要死 哎呀 分手 我要跳樓 但其實可能過十年八年後 一笑自知 所以我是 覺得大家為情自殺 那些 真是三思 很不值得 我覺得真的不值 其實 可能十年八年後 看回來 就算了 但當時他們很恩愛 當時他們真的 很恩愛 精品的阿婷 和她的女朋友 因為F2拍到F5 很恩愛 不知為何他們 我們以前很隨便的選擇 也不知為何他們永遠可以選擇 同一一起坐 坐隔壁 不知為何 可能我們順義的時候 比較 比較 castle 但又不是很差 其實我覺得順義這間學校 也不是太差 其實也OK 教師其實也OK 非常幸運 其實我中學時也沒有受過欺凌 即是 你不會在看動畫 被人禁頭進廁所 或者不知怎樣 我是比較 不會的 因為我是很圓滑的中學時 我是很懂得到處 打關係 所以我覺得自己在讀書時代 都算是面面俱緣 加上我很怕死 那時候 現在不行 如果現在我的性格 放回中學 可能應該不得罪很多人 但我以前就不知為何 很怕死 所以就 但其實我班同學 他們本性都不壞 即是他們都OK 總之都OK 我評價是不錯 挺幸福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 會這麼喜歡回憶以前的事 因為以前過得開心 都算過得開心 其實講一大輪 其實主要是怎樣呢 其實我想找精品 我就說 喂 有沒有辦法 即是我的頻道 可不可以找一些好處 或者 即是有沒有什麼 給我的觀眾 其實主要是找一下 看看有沒有好處 因為可能 我的觀眾如果去精品買東西 會不會有優惠 即是 會不會達國朵出來便宜一點 什麼樣子之類 其實主要想 都不是說笑 都不是說笑 看看他有沒有做到 給Discount 這個King 如果有的話再跟大家說 然後就參觀他的倉 其實 都不是過程中也有一點點 就是 因為他自己做老闆 其實我主要是熟 我是想 例如Figure來說 我一旦是高達 一旦是Face 即是FGO 但他老闆 他不會單單是熟一兩樣東西 因為他是入貨、落貨 可能 選擇那些貨物 他不會獨特 對某一兩個作品 是記得 除非你是One Piece 這些那麼大路的東西 對不對 因為始終FGO 其實也不 有些真的不玩 是完全不會的 更加不要說 高達這些那麼少出Figure 的作品 出的最多應該是FGO 不... 應該是One Piece 於是他就找一個女同事進來 他就說 他應該會比較熟 但很尷尬 因為女生比較少玩FGO 所以他也不太懂 但他的機殼是用龍與女僕 那套動畫 剛巧那套我又看 所以我可以馬上說到他的機殼 是哪一套動畫 但他又不知道FGO是什麼 因為我 我展示了我的Instagram 是否有張黑晶和Sikaha 那張Figure 那張圖 因為我跟他說 老闆 每個人都說 精品買這隻黑晶 只有860元便宜一點 這樣 我就問他有沒有 對不對 因為我其實也想要黑晶 那隻 他就找了同事 但同事也不懂 沒辦法 那我不怪他 因為其實 其實精品的Type是很多的 他賣的 你沒可能百佳 成千樣東西 你沒可能說 你懂不懂那樣東西 真的太多 所以他們不懂 他們不記得是正常的 這件事 於是 這件事無需強求 然後 就 聊聊 然後 參觀了 對 參觀了 Chan 那他有位員工 就剛好認得我 Tick Lee Tick Lee 這樣 被人點上 他就說 哎呀 我記得他 他說什麼 我今晚等你三角殺直播 這樣 好搞笑 所以昨晚我都有開台 就是 我拍片的昨晚 是有開台 三角殺 雖然都很累 其實因為真的很曬 流了很多汗 很累 加上我是 為什麼呢 跟著我參觀Chan 的時候 我跟那盒有一點點緣分 剛好被我看到一盒很大盒的東西 因為我想我遲些會拍開箱 我現在就不透露那盒是什麼 那我一看中那盒 我就 當機立斷 我就想買了 我問你多少錢 我現在馬上跟他買了 那盒 那盒我看到就很喜歡 那盒就檢查價 是很大盒的 因為我其實有帶個背囊去 但是裝不下 超大盒的 你可能看Instagram 那張照片你不覺得有多大盒 但其實就是超大盒 可以跟你說 結果是千多元 那我就 即場付錢 不夠錢 對 我說不夠錢 我只有1080 我說不包只有1000元 是不夠 然後就說 你先拿吧 我稍後給你一個帳戶 你再入帳 這樣 於是我就 即是 都給別人生意做 即是 沒理由 即是去別人寫字樓 但是帶兩疏招 但結果 我給你一單生意做 立刻就 買了 他應該是 應該都是 被人賺少少是正常的 我覺得他賺少少是正常的 我不管 總之價錢 我覺得OK 我接受到的 於是就拿著一盒 那盒 我遲些會發開箱 那盒 那盒 這次其實也是一個 蠻開心的 因為見到老朋友 去到我們這些年紀 當你見到這些 小學同學 中學同學 你會很感感 因為可能你現在 上班 天天上班 對著同事 老闆 其實就 很難有什麼感情 即是 上班 打工 打工仔 我也說過 同事和同學 永遠是 很難的 很難是 比較的 你做事就不明白 我說什麼 所以當你見到這些 同學的時候 就會特別是 感觸 年紀大 就會明白 感覺 所以這次都很開心 見到這個 老朋友 加上他有精品 老闆 然後抓一下 關係 我跟他說 每次走過 深水鋪 那間店 我都會 不敢在這裏 因為我趕完 怕被人買了 我每次都會看著一隻 Figure 那隻Figure 每次都賣不出 我跟他說 每次都放得很高 每次都賣不出 但我又覺得太貴了 其實我不是太喜歡 那隻 但我覺得那隻 挺漂亮的 但他又很可惜他太貴了 所以每次都走過 深水鋪那間店 都會進去看看 但每次我看到 他都賣不出 那我看看有沒有完 如果遲些 有機會 就帶他回家 就是這樣 那這次就是 走這個 跟大家說 說聲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 優惠給大家 將來 也不要太期待 但真的不要太期待 因為始終我覺得 別人做生意的事 沒可能 沒可能 將來 將來 如果我開店 都會這樣 是不是 騷擾玩 騷擾玩 這件事很重要 那這次 就小小的 一個 都沒什麼特別的主題 這個平常談 那我們就 來到這裡 我們遲些8萬訂閱的 相關活動再見 拜拜 好 我們也要去 怎麼打開 有些人 有些人